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事隔半年,胸瓶機又要再出動了 這次有機會是史無前例最多 因為整個箱子都裝不完 我再不拍的話就沒位置放了 所以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直接開始看看這半年我用完什麼了 一如既往每次都是由一大堆箱盒開始說起 最喜歡最常戴還是OLANDS的VIVIRIN 而灰色箱子戴得最多的就是這款SPANNIC CIRCLE 今年新出的CHERRY MOON我都很喜歡 立即成為我最常戴的其中一款 我今天都戴了一款看起來很通透的Color箱 還有其他不同的款式,不過沒什麼特別我就不多說了 也有些不是OLANDS的 不過始終我和OLANDS都是比較合適的 可以戴長時間,眼睛都不會乾 所以我通常回購都是買OLANDS的 然後就到這款洗臉巾,一樣都是無限回購的 化妝棉有這三款 提過10萬次用這款去割質 然後這盒有Ryan的,是買Origins的菇水送的 其實菇水都用完了,順道說吧 這個化妝棉是不好用的 它們是非常硬的 你想拔開貼在臉上濕敷是不方便的 然後它又很發乾,不是那種很柔軟 或者吸到很多水 總之會浪費了你的菇水之餘 又不可以很好地給皮膚吸收的感覺 不過不要緊,它們平時都應該沒有化妝棉 然後菇水這件事就很見仁見智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用它來濕敷 覺得保濕能力很好 但是如果你打算拍或抹上臉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而且我知道有些朋友敏感肌的話 有些人對它們的反應很大 會紅得很厲害 所以真的要試試看 我自己偶然 偶然都會很想用它來敷就買一支 之後還有Cosme Store的化妝棉 這款是很好用,很推介大家 不過暫時好像還未能賣 因為它正在賺新版本 好用的地方便宜,很便宜 之前買是10元一包 之後親膚、舒服 不會起棉水 也不會吸收了Toner 不放在臉上 完全是自己吃光,不會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化妝棉還有這一款 入了我的雷品片我就不多說了 卸妝產品方面有這幾個 便宜之算一定是Softimo這一款 記住買粉紅色瓶 其他顏色我用過都不好用的 自從合作完之後 我自己回購了很多次 比起Softimo 是沒有那麼乾的 非常之溫和 它也不是油的質地 它是啫喱狀的 所以如果有朋友拍起油脂粒的話 都可以試一下 一百六十元左右一支 可以用到兩三個月 所以我覺得非常之不錯 文森先生是可以用到全妝的 不過因為它是啫喱狀 我覺得用眼睛時也不習慣 它不會夾眼 不過一匹匹我覺得有點不方便 所以我都買了眼唇卸妝液 這一瓶是HEMI的 我覺得它不過不實 不算是很快就能用到眼妝 雖然它也不會很夾眼 有一點可以接受的 但我覺得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這個我就不會回購了 眼唇卸妝液還有 Add to House的這一款 它的清潔力比HEMI好 但質地我覺得有點太油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在用會員的 sample 反而沒有特意去買一個4 size 它不算很差的 但我覺得始終一定有更好的選擇 然後洗臉用完這一款 意大利牌子的 Health Extraordinary Gentiles Face Cleanser 這個牌子在香港不算很流行 但以前去意大利的時候 我去大手入貨的 它們的產品味道是很獨特的 每一支都不同 但不可以說香還是臭 總之要少少時間去適應 這個洗臉Gel是很溫和的 不會乾 但潔淨能力我就覺得差一點 如果那天我只不過做完 回家的話用它沒問題 不過如果去了一些沙塵滾滾的地方 或者那天活動是很流汗很厲害的 覺得自己很髒的話我就不會用它了 化妝水的佳麗比較多 總共有五支 說到驗的去角質化妝水 然後到Larine有機玫瑰水 這支我是濕敷用的 它有點偏貴但非常保濕 敷的時候 聞到那股味好像是一個 一個清幽玫瑰圓的 超舒服的 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說起季還有它 Clay Deport的油膚水 上當年我還是19、20歲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用的了 那時候是玻璃瓶 然後價錢是不用七百元的 我記得現在應該已經飆到一千元這個價位了 這支是我朋友在stuff sale的時候買給我的 依然都是覺得很好用的 你用一陣子你的皮膚質感是會好很多的 純粹真的用錢去堆砌出來的漂亮 那如果大家有預算的話 我覺得這個油膚水是值得投資的 但是如果你說是不是一定要買呢 那麼多年我中間沒有用到 我都覺得自己皮膚沒有差了很多的 所以大家看著錢包做人 然後到Kiehl's的金棧花水 這個無論在長洲或家都會有的 用途比較廣泛 它不是我早上晚上的routine 但是如果有時候回到家 卸妝洗了臉 還沒塗東西的話 我會拍一拍這個 或者在長洲出完很熱很曬很辛苦 回到家我又會去敷一敷這個 是非常之好用來舒緩 不過如果是一個toner 或者是乾肌的晚上早上routine來說 我就覺得它的保濕感不算重了 而另外這款加丹尼爾的金棧花舒緩平衡液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的味道是偏草本一點 然後保濕力比起剛才Kiehl's 是再高一點的 有時候早上我都會用它來濕敷 不過這個size 雖然它不貴 但是濕敷沒幾次就已經用完了 我已經拍了一個多小時了 現在才來到精華 要快一點才行 用了超過五六年都還是很喜歡的後備貼 這兩年不能去韓國 所以家裡沒有存貨 有一點焦慮 雖然家裡有非常多不同的產品 但是它的地位是無法取代的 總是有一兩天突然很想很想用到它 然後到這支是絕版的Dr. Wu精華 它現在轉了新版是用這一類型的包裝 就是這樣摺出來的 因為放在長洲 所以這麼久才能用完這101ml 它是好用的 溫和的 不會很容易敏感 特別是如果你剛開始護膚 想找一個保濕的精華 我覺得他們Dr. Wu的保濕精華 玻尿酸精華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然後又是說了很多很多次的 Epoche鋼細胞精華 這支除了在我身上做到減淡法力紋和頸紋之外 亦都是這麼久以來最多觀眾用完之後 Feedback告訴我 有感的產品來的 雖然它的單價不算便宜 九百多元一支 但是很多時候都有折扣 或者其實如果以一個有效 做到減淡紋理的產品來說 它亦都不算是很貴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很關心這些髮力紋 頸紋的問題的話 都真的可以試試它 美白精華就當然有Kiehl's的這一款 我用這一款是非常有效的 基本上用兩個星期就已經白了半度 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說用它是完全看不到自己有變白的 所以有機會如果你是曬黑了的朋友用它應該都挺有感的 但是如果你平時已經不肯去曬的了 我是想原本的白再繼續白下去 可能就真的沒什麼感覺了 然後另外一支美白精華就會是Bio Labolatory 這一款是有15%的維他命C 都算是挺高濃度的 我用它都會看到美白效果和臉更通透的 不過它是會氧化的 大約一個半月左右 顏色會變深 還有味道都會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用了它 或者這些維他命C的產品 都記住是有限期的 大約一個月一個半月左右 你就要用得完的了 如果不是你塗多少都會沒用的 然後這一支就是Dr. Wu的杏仁酸 以一個換膚產品來說它算是非常溫和 因為腳我做過另一個換膚療程是非常乾的 起了蛇皮 而且脫皮脫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但是這麼久以來我用這支Dr. Wu 在臉上都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是很刺激的 而且它去暗瘡印的能力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那一陣子的皮膚不太好 覺得自己看起來很粗糙的話 都可以考慮用一下它 講一下精華 當然不少得Starry Tail的M1 除非你是極端三個機 如果不是這一款 千萬不要放在日常保養 你會感受不到它利害之處 它最有用的地方 就是當你皮膚有任何乾燥引起 而其他精華救不到的問題 一些脫皮或很粗糙 塗什麼都沒有用的時候 用它就可以急救到 以前這個安平需要放進冰箱 但現在它們改了配方 已經不需要了 方便很多 但是記住一支要一個星期內用完 所以每一次你要確認自己的情況 真的需要用到它才好開 當你以為精華女我已經用得很多的時候 錯了 我用得最多是不同的面膜 小星層的面膜是用完之後 沒辦法離開它們 暫時還是我最喜歡的面膜 就算它比較貴也好 一個星期我都會忍不住 最少敷一次半次 然後這裡有四款 Irita Herbso Hawaii Maria Skincare 和Canvas 之前我在面膜片都有說過 所以如果有興趣 不如看那條片 然後加丹尼爾的面膜 真的又便宜又好用 今年應該敷了超過100塊 周年慶 大家有沒有大手入貨呢 然後嬰兒針面膜 我也是很喜歡 都是保持回購的項目 輪到Foreal的面膜 我都有一大堆 今天要講完的話 應該三個小時都不夠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再另外開一集特意說它們 當然還有Serenia的Gel Mask 其實有很多我都不記得保持這盒 這裡只不過是一部分 已經這麼誇張 大家可想而知我十分喜歡Full Mask 還有我手上面這兩款 後的綠容面膜 我喜歡它的味道 還有塗上臉的時候有發熱感 我不覺得敷完之後有什麼神奇的功效 純粹一邊擦一邊有一點暖暖的 很舒服的 然後雪花瘦的Clarifying Mask 我都用完了一支 它是那種Gel 乾了之後撕出來的面膜 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玩 但是大個 現在又覺得它不是有什麼特別 或者用完之後很亮白 很乾淨 我就覺得不會再回購了 還有Kiehl's的牛油果面膜 這瓶敷完之後皮膚會柔軟 但是它不會有保濕度 或者亮白程度 純粹有時候剪片的時候 覺得時間不要浪費 它又不會滴來滴去 就很方便 我一邊剪片一邊敷 就會密密地用完 然後還有這一盒 終於來到面霜 也是Kiehl's的 這個是金棧花的Water Cream 它是一款精華面霜 所以滋潤度會高一點 天氣乾燥或者乾肌的朋友用會更適合 或者你可以用來口敷十分鐘 然後洗走它 你會即時感覺到皮膚更柔軟 滋潤度和保水度會好很多 然後到Orbis的Moisturizer 這個是在日本買的 因為放在長洲 所以這麼久才用得完 它是比較Gel狀 保濕度是不錯的 但是不需要特意去日本買它回來 因為不會特別到 覺得非它不可的程度 只是護膚品已經說了這麼久 我把聲音都消光了 然後身體用品 頭髮用品 一些化妝品 還有這麼大袋 所以我就在這裡暫停了 來一個上集 下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再繼續拍下去 我再儲多一會兒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胸瓶器 是不是很厲害 我在半年之內又儲了這麼多 其實每一次 例如現在這樣 我都有一些產品已經用到尾聲了 所以就會密密地又很快去儲我的胸瓶器 大家覺得半年內是否真的用到這麼多 很多東西 你看到桌面一直在用 慢慢地密密地會減少 所以未必是同一時間 在這半年 由新用完 但是在這半年 剛好用完的產品 而且大家要記住 產品是一定要用足份量 才發揮到最大的功效 千萬不要省一點 省一點 逐滴逐滴地用 反而是浪費錢的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這類型的胸瓶器 拍到真的 一會兒要喝很多水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和星期日 下午十二點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很快就會有下集的 拜拜 分享一下 再次回會 分享一下